今夜的最新画面 2022平西天灯节压轴场 在元宵节晚间正式征堂 6.1公尺的主灯 以新北观光插画为主题 和所有小天灯一起 冉冉升空 场面非常的温馨 另外在台南 盐水风炮也是另外一个元宵节重头戏 今年虽然人潮不如以往 但是不减盐水人放风炮的热情 施放了60座炮城 炮城开炸的时候 天宫五光十色的景象 让前来观看的群众大呼过瘾 民众引颈期盼的元宵节 重头戏台南盐水风炮 15号完间6点半刺激开炸 一瞬间风炮齐放 天空五光十色场面壮观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风炮施放缩小规模 城脚不出巡不绕境 民众也不能离风炮 经常采取人流管制1000人 60座风炮改为定点施放 其中在盐水国中操场 集中释放四座主炮城 而为了防疫 主办单位五庙甚至公开呼吁 要大家看直播就好了 但是现场还是聚集不少民众 要来感受被风炮遮到的快感 太刺激了 好恐怖喔 好幸运 好不错 好玩 大部分民众装备齐全 全身包紧紧 但还是传出零星意外 有民众在混乱中被石头砸中头部送移治疗 还有人眼角被风炮炸伤 幸好伤势不严重 而镜头往北走 2022平夕天灯节压轴场 也在元宵节晚间登场 6.1公尺的主灯 以新北观光插画为主题 数百盏天灯同步升空 点亮平溪山城 场面温馨 今年天灯节同样受到疫情影响 非假日又加上低温下雨 人潮不到往年的一半 但仍然不见民众兴致 到现场共襄胜举 为新的一年许下新的愿望 结合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